有零工平台推出本地首个免费的保险福利 为员工提供医疗与工商赔偿等保障 记者表示4月份推出福利之后 加入平台的零工每个月环比增加两成 来看记者黄秋仪的报道 41岁的家庭主妇西蒂通过这个平台找零工 每周工作20到42个小时 以此累积积分兑换超市优惠券 只要完成一定的工作量 他也能享有午休和年假津贴 以及平台提供的并价与工商赔偿等 万一工作临时取消或加油即逝 他也能获得部分工资 平台工种涵盖餐饮 零售和医疗等 目前有超过6万名会员 有半数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 专家认为这个模式有助推动零工经济进一幅发展 年轻人可能更愿意接受这种灵活的工作制 如果薪资和保险跟全职的工作相差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可能这些年轻人也会倾向于来选择零工的工作 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零工平台提供保险 不过就得由零工自己来负责保费 学者就表示这个新的福利政策推出之后 能够为整个经济市场打开新的思路 为员工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提高生活水平 新传媒新闻记者黄秋雨报道